如果你想开通一个YouTube频道,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在AI技术逐渐成熟的今天,如果你想快速制作一个视频,只需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编写脚本,制作视频、配音。 三个步骤,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制作出一个专业的视频。 而且,随着AI语音的完善,你可以轻松制作出包含60国语言的视频。 作为YouTube的主流语言,英文频道往往能为你带来更多的流量和广告收入。 熟悉YouTube运营的同学都知道,根据观众所在国家和主题的不同,每个频道的广告单价会存在较大的差别。 大部分人创建YouTube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一笔广告收入。 不过,根据CPC、CPM、RPM的不同,每千次播放的广告收益差别是非常大的。 打开Google,搜索HiCPC YouTube Niche关键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互联网营销、保险、房地产等话题的CPM单价都是非常高的。 在开始之前,我先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CPM和CPC的概念, 以及什么样的话题可以带来最大化的广告收益。 CPM是Cost Per Mill的简称,也就是千次广告展示费用。 以保险行业为例,如果一个保险公司在YouTube投放了视频广告,就需要向YouTube支付广告费用。 假如每天广告的展示量10万次,也就是100K。 每千次展示的成本是15到50美元。 每天的广告展示成本就是15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 CPC,也就是Cost Per Click的简称,也就是每次的点击成本。 我还以保险行业为例,假如该保险公司每天的展示量为10万次,点击率5%。 10万次展示,预计会获得5000次点击。 按照每次点击费用5美元计算,每天的成本是25000美元。 也就是说,一个保险公司如果想要在YouTube获得10万次的广告展示量,就需要支付3万美元的广告费。 根据YouTube的广告分成计划,其中的45%,也就是13500美元的广告费,将会被各个频道均分。 如果你的频道话题以保险为主,就会获得更高比例的分成。 对于广告公司来讲,5000次点击可能带来100个订单。 按照每个保单1000美元的净利润来计算,除去3万美元的广告成本,净利润为7万美元。 而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可达200%以上。 所以说,如果某个行业的净利润高,投放广告的CPM和CPC也会跟着升高。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和保险相关的英文视频,并获得最高的广告收入。 保险行业可谈的话题是非常多的。 例如各大保险公司的业务类型,汽车保险的选择,财产保险的相关政策,以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等内容。 例如我们可以选择Cheapest Car Insurance in Texas作为话题,也就是如何在德克萨斯州买到便宜的汽车保险。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工具,完成视频的制作。 首先,我们应该使用AI写作软件完成脚本的制作。 进入到anyword.com,点击New Project,在描述栏里输入How to Choose Cheapest Car Insurance in Texas。 然后点击进入下一步,系统会根据描述为你推荐多个标题,每个标题都有相应的分数。 分值越高,代表和描述内容匹配度越高。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81分的标题,How to Get the Cheapest Car Insurance in Texas。 然后进入下一步,系统会生成一个大纲。 我们可以看到,文章分为八个段落,分别阐述了如何用最低的成本购买德克萨斯州的汽车保险。 如果你想对段落的内容进行修改,可以选择重新生成按钮,并获得新的大纲。 进入到下一步,分别选择关键字和文章长度,就可以生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 有了文章,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视频了。 打开Google,搜索AI Video Generator,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文本转视频的网站。 以Pictory AI为例,Pictory支持文本转视频服务,只需复制粘贴,就能快速生成一段视频。 点击文本转视频选项。 把刚才生成的文本内容粘贴到空白处,点击转换按钮,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段视频。 你也可以选择Add VoiceOver,并为这段文字添加AI语音。 现在,保存这段视频到电脑上,然后上传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就可以了。 除了Pictory,Synthesia也是一个专业的文本转视频网站。 和其他网站不同的是,Synthesia提供了多个虚拟主播,一次性解决真人出境和配音的问题。 进入到Synthesia的官方网站,你可以根据视频的内容选择任意的英文播音源。 然后输入文本内容,系统就会为你生成一段精彩的视频。 以保险行业为例,使用真人主播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各种类型的保险,相关的业务,以及保险条款是非常合适的。 Synthesia提供超过60国的语言,进入到视频制作页面,输入文字内容,系统就会为你生成一段高清视频。 总之,Synthesia可以帮助人们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制作各种类型的视频。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如何选择高CPM、CPC的关键字和话题,以及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英文视频的方法。 除了Anyworld、Pictory、Synthesia外,你还可以选择任意的AI视频制作软件进行编辑。 YouTube的竞争激烈,尤其是高CPM的行业,例如保险、金融、律师、教育、科技等。 如果你想在众多的频道中脱颖而出,除了要制作高质量、有价值的视频外,还要注意关键字的选择。 也就是选择流量高,竞争不是很激烈的关键字。 你可以使用关键字工具,例如ARIF、TOOBODY等,进行关键字筛选,并依据这些关键字进行视频的剪辑制作。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